一起来看看这部《午夜惊魂路》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一座偏远的小山村里 有一个关于村子通往外界 唯一一条小路的恐怖传说 那就是午夜 如果你走在小路上 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 必须叫三声之后才能答应 如果你三声之内就答应了 那么恭喜你 从此以后你就中了诅咒 再也走不出这条小路了 故事一开始 一个妙龄少女 就在这条小路上一去不归 半个月后 村里的老铁 在去给女儿梨花买生日礼物的路上 也失踪了 一时间谣言四起 诅咒的传说 再一次传遍了整个村庄 得知了父亲失踪的消息 在部队服役的大儿子铁柱 急急忙忙赶回来 回到家 铁柱就着急想找父亲的下落 亲妈却对自己丈夫的死活 似乎并不是很关心 一来就开始催促铁柱和有荣的婚事 这个老太太 你能不能适当表演一下悲伤 你这样子我会以为 你家老头子的死 是有预谋的呀 铁柱一心想要找出父亲失踪的真相 但是村里的老人却告诉他 父亲八成是中了诅咒回不来了 身为军人的铁柱 当然不相信封建迷信 决定继续寻找父亲的下落 画面一转 弟弟铁锤这边 已经跟我一来的嫂子友荣 赶柴烈火的鬼魂在了一起 俗话说得好 好吃不过饺子 后半句我就不说了 这个友荣也是个讲究人 看哥哥铁柱回来了 就跟铁锤说要分手 要不然会坏了自己的名声 大姐 你现在说要名声 是不是晚了点 铁锤那个八爪挠心呢 看见友荣和哥哥在一起的画面 气得演技都尴尬了 接着果然不出所料的 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嫌疑犯 那就是铁柱他娘 多年的一个追求者 村里的老光棍李二狗 原来铁柱他娘以前 一直被丈夫家暴 李二狗作为村里的终极单身狗 对铁柱他娘 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所以李二狗成了大家怀疑的对象 然后画面又一转 就回到了铁柱他爹失踪之前 李二狗在安慰遭受家暴的铁柱他娘 然后画面又一转 李二狗拿着一把刀 在那里摸拳擦掌 然后画面又又又一转 李二狗在赌访输了钱 欠了一屁股债 之前失踪的妙龄少女 还出现在了一个柴虎座上 接着画面就跳到了半个月之前 李二狗绑架少女这里 啊 明明剧情一点都不复杂 导演你这么安排跳来跳去 自己城里的表姐翠花 假装走亲戚 半夜一个人走夜路 引蛇出洞 正所谓舍不得表姐逃不小狼 翠花也答应了 而且还借此机会 拼命想展示自己的演技 果然夜里就抓到人了 不过这一次众人抓住的 却是李二狗的外甥山炮 通过审讯 山炮立刻就承认了 自己舅舅李二狗绑架少女的事实 但是山炮起初并不情愿绑架这个少女 因为这个少女是自己的女神 在审讯的档口 山炮还回忆起了 自己和女神那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当年山炮流浪街头没有饭吃的时候 刚好遇到自己的女神 馒头西施 馒头西施可怜山炮 于是好心给了山炮一个馒头 从此山炮就爱上了馒头西施 之后山炮的舅舅李二狗 刚好就这么巧 为了钱财绑架了馒头西施 山炮一看 哎呀 这不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女神吗 肯定不能杀呀 于是就把女神关在了一个山洞里 但是山炮坚决说 自己不知道铁柱他爹为什么失踪 于是铁柱就先去找馒头西施 这边李二狗正穷凶极恶的 想要杀掉这个 让自己外甥鬼迷心窍的女人 说时迟那时快 铁柱冲上去就跟李二狗打了起来 李二狗一刀就插在了铁柱的大腿上 停 导演 你敷衍我可以 敷衍我的小伙伴们 不行 你这刀都没插到大腿上 然后李二狗又准备杀馒头西施 这时李二狗的大外甥扑了过来 挡住了舅舅的刀 这回倒是真的插上了 原来铁锤为了得到嫂子友荣 放掉了山炮 想借山炮的手来除掉哥哥铁柱 然后山炮就为了救自己的女神 英勇就义了 而我们的大男主铁柱就坐在旁边 气定神闲的看着这群人相爱相杀 还说风凉话 你看吧 你把自己人杀死了吧 谁让你杀我吧 早报应了吧 李二狗一听不高兴 谁杀你爸了 谁杀你爸了 你爸明明就是你弟弟铁锤杀的 有兵呀你 你们家才物理斗 原来铁柱爸爸在给女儿买礼物的路上 正好碰见了和友荣偷情的铁锤 老爹一看就急了 三个人在拉扯中 铁锤误杀了自己的亲爹 这剧情真的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呀 我就说这剧情很烧脑吧 我就问你们谁想到了 这时候李二狗也终于良心发现 决定放了馒头西施 然后铁柱就莫名其妙的从山洞里醒了过来 此时所有人都已经消失了 导演也没说他们去哪了 反正铁柱就是一脸懵逼 而且他腿上一点伤都没有 嗯我忍着我先不吐槽 之后醒来的铁柱找到了准备私奔的铁锤和友荣 三个人又一次开始拉扯 然后一言不合铁锤就要耍刀子 友荣在这种极其苛刻的条件下 也是千方百计让自己中刀了 嗯没错 这部电影豆瓣评分2.9 果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实在是太累了 太难受了 被人当傻子的感觉太差了 不讲了 我要去看点别的东西洗洗眼睛了 都好像 搞掌